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我是欢子这期视频呢更新的有点晚了是吧要给大家去分享什么呢 之前有很多网友朋友们想要了解落户海南的这个政策 然后呢欢子呢是最近把户口签到三亚来了 也就是说外地人签户落户到海南他需要走什么流程准备什么样手续 以欢子这个为例然后呢这期视频给大家简单的去介绍这样的一种条件的 那欢子是什么条件呢说好听点是人才引进落户到海南三亚来了 那什么人才引进呢后边的欢子在拍视频把这个相应的人才引进的这种范畴吧 这条件给大家就再说一下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以欢子为例说一下 欢子呢是在海南三亚那边读的书 有的很多网友朋友们说那你在哪个学校是吧 欢子入学的时候叫穷州学院毕业的时候改名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这个大家可以搜一下是吧听我们母校打过广告 然后呢就是在那边读书读书的话呃本科学历吧 本科学历的话他就是呃在三亚就业呃就海南就业也可以 然后呢或者说你是自主创业那欢子呢这个是选择自主创业这种 自主创业呢需要准备的材料是什么呢跟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首先呢呃你在申请这个准签证就是签入到三亚这边来 申请这个准签证需要的材料有这个身份证户口本呃 你自主创业有一个营业执照呃然后还有一个是呃你的学历证书 和你的那个在线学籍证明一共是这五个也就是说呃你是自主创业的 然后是本科学历的就是需要这五个材料 然后呢准备好了之后呢拿着去市政服务中心办理这一个准签证 签入的这个呃申请拿到了之后呢这个准签证我看一下 一共是有40天的时效他他写的是 准签证一般上来讲是五个工作日呃就可以办解 你可以选择邮寄到这个你给他说的地址上 也可以是你等到五个工作日以后你到他市政服务大厅那里去领取这个呃 准于签签入的这个签入证 然后呢你拿到这个东西之后 呃再带着你当时申请签入证的这些材料呢 呃回到老家也可以把这东西寄回老家 呃让老家的亲人帮你办理户口的签出 就是在你当地的这个户籍派出所啊 办理这个户口的签出 然后呢他会给你发一张这个户口签移证 发完之后呢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再带着或者是让你的呃 亲人邮寄到这边 然后呢拿着这些材料之后 呃你再到你的这个就是嗯 自主创业就是有一个企业的注册地址 你这个注册地址呢 你得核实一下是归属于哪个区的哪个呃派出所管辖 然后呢到这个派出所来 当然在你申请签入的这个准签证的时候呢 市政那边他也会帮你再核实一下 是归属于哪个呃派出所管的那你弄好之后呢 要到这个派出所过来办这一个户口的签入 这时候就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是啥呢 这是欢子办户口是呃预见的 当然所有的人也都是必须得这样 呃就是你注册的这个企业呢 他要核实一下你这个企业是否是真的存在经营 以及你的办公场地 你的注册地址是否是真实的 他要到你的这种办公场所去看去拍照 然后呢 这个这个呢就是昨天到那个公司是吧 我注册了那个企业呢去拍的照片 所以呢这个是呃一定要走的 当然呢你说那我是为了签户口是吧 没有这个经营企业 但是呃我想办法去去做了一个是吧 就是找人咱说花钱是吧 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呢一般上来讲是他会严格查处的 但是呃一旦说查处了之后 你这属于作弊嘛 他就不允许你再签过来了 就是这种情况 还可以选择是挂靠在其他这种单位 也就是说你跟其他不是挂靠 这个挂靠不准确 也就是说你跟其他这种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呢 脚社保然后什么呢 就是以公司的这种员工 然后名义转到这个公司的集体户里边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你也可以在那边拥有房产是吧 签到这个房子的名下也是可以的 呃人才引进还有其他的比较多的条件 那我跟大家这个整体上再来说一下 我的这种签户的所需要的这个材料呢 就是首先是户口本然后身份证 呃准语迁入的这个准签证 然后户口迁移的就是老家的这个迁出证 还有就是这个呃毕业证书 就是本科毕业证书 还有一个户口迁移审批表 这个是在申请准签 迁入证的时候就是弄好的 这个呢是在线学籍验证报告 然后这是毕业证的复印件 呃身份证的这个复印件 然后这个的话是昨天 嗯就是你在派出所申请办理的时候呢 他让你写一个个人声明 声明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自主创业 这个创业公司是真实存在的 是经营的 然后呢呃你的这个基本情况把它写一下 然后画个压是吧 呃还有你的一个基本的养老保险 基本的养老保险 这一个跟呃公司的流水二选一即可 也就是说你可以拿这个呃养老保险这个材料 也可以拿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的流水二选一就行了 然后这是公司的营业执照 盖上公司的公章是吗 然后呢最后这个是我打的这个呃银行的流水 就是企业的银行流水 然后这个这些材料的弄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拿着呃到这个派出所去办这个呃入户了 一般上来讲那个户口的话是呃及时半截的 也就是说你拿着这些材料过去 他呃人少的话到那就把这个户屋本给你办好 就给你你就变成这个海南户口了 像我这个待会过去 然后到这办理的话就是呃这个这个三亚户口了 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牵扯到要办理这个身份证吧 因为你新户口你要有一个这个身份证是吧 身份证的话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 他说要刻一个这个光盘 这个刻个这个这个光盘呢 是里边存储了一个拍身份证呃 制作身份证的那个照片 他在里边的那个派出所啊 里边那个呃照相机啊是出问题了 没办法用他说然后呢让大家自行刻一个光盘 到那之后他把这个照片 烤到那个电脑系统里边到时候制作这个身份证的时候就用这个照片了 这是大家去自行搞的 嗯 然后其他的也没有什么了 基本上材料呢就是这些 呃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啊 朋友们 然后大家如果有不明白的问题的话 可以再问我 呃 呃现在呢我去派出所了去办理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入户户口本 呃这是以欢子为例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户口迁入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说那欢子我没有那边的一个 这个这个毕业证呃 我是其他地方学校毕业的 只要是学历方面卡上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就是人才引进的是 呃什么技能型的 比如说你会什么样的一个技术 呃拥有是什么建造师资格证啊 或者说什么什么其他这个领域的这种 就是国家级认可的这种职业技能证书 拥有这样的也可以走这样相应的这个人才引进的程序 包括学历方面的好像是大专的也有 呃等等吧 学历越高 然后呢他给的这个优惠力度越大 比如说像呃你说就是人才引进之后呢 他有住房补贴购房补贴呃 每个月是比如说欢子这种本科的是吧 每个月是1500的这个呃租房补贴 就是住房补贴 你要是买房的话是也有也有呃 这个看你是租房还是买房了 呃如果你的学历更高 他的这个补贴力度越大你要是海归这个呃 留学回来了是吧 什么博士啊这些等等他的这个按到一年是多少这个钱来补贴的 是这样 另外呢还有很多网友说大家都签户口到海南了 海南有什么好是吧 海南户口价值在哪 现在就目前来看欢子是觉得呃第一呢 在海南岛全岛限购买房的这种情况下 有户口是肯定很方便的 还有就是买吃 他也限购也摇号什么的呃 当然这个呃还是很多人说那我重点不在这些是吧 还有就是2025年海南如果是封关运作了之后呢 海南岛内实行这个商品免税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海南岛内的这个居民他不出岛的话 他享受不到这个商品免税的这种呃政策福利 但是2025年封关运作之后呢 是凭这个这个身份证 就是海南岛内的民众 就是你不出岛也可以享受海南免税商品的这个福利呃 这个这个优惠 所以呢 目前呢来看呃优惠啊还是有的 但是可能对于部分网友来说 他的力度不是太大 但是相信还随着海南自贸岛的这种建设吧 呃后来就是他的政策利好会越来越明显 这也是很多人转到呃海南户口的一个原因吧 就这个网上的公开数据来看呃 从18年到今年是吧 短短的这个三年吧 已经有20多万人 好像是27点多万人 迁入到海南户口来 也就是说人才引进的这个政策呀 利好是吸引了20多万人来入户到海南 落户到海南 所以大家就是有意向落户到海南这边的话 可以考虑走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呃后边政策会不会收紧 这个也不好说 有句话叫赶早不赶晚是吧 朋友们 走现在去办入户去 我本来点赞